现在画面都干透了 我以前去掉这个胶的时候都是用可塑橡皮 我觉得我想试试看这个叫猪皮胶 淘宝买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猪皮胶效果怎么样 我自己用过几次 然后大家做方法的时候 没留意好像我用这个 我用留白叶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这次做方法的时候给大家试试看 大家看一下猪皮胶 它就是这样都粘在上面 比可塑橡皮好用 比较顺手可以买 可塑橡皮有时候一擦都软了 而且都粘在上面 那橡皮时间长了都不好用了 这个好像可以一直用 吊橡皮 声音不太好听 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留白叶 在这里有留白叶 不知道留白叶是干什么的 忘记这些留了是干嘛的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是干嘛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只有没有什么 尽管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现在的一遍 像它有点生硬 这个地方还好 然后这些也 这些很生硬 一会儿画一下吧 还得不愿意用柳白叶 柳白叶 出来的这个边缘啊 这个 这些边缘 都不那么让人喜欢 比这种手动柳白 这样很快的 非白差太多了 跟馅的感觉上 就很僵硬很弱 这个地方都还好 还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 其他的地方 基本上柳白叶 没有在这方面 让我满意过 但是明显是要比刮的要好 对吧 刮有时候真的是刮不好 会伤纸面 好 擦掉了 然后 把柳白叶也清理干净 可以的 然后现在就是到了第二个阶段 我要整理 开始画入细节 画入细节的时候 换个小笔吧 换一个 刚才那个系列的 看不清楚笔号了 应该是二号笔吧 一个号或是二号笔 画一个更小的笔 先画旗杆 不要画得太实 也就是说颜色稍微浅一点 在白色上画 不要在白色旁边画 你要在白色旁边画的话 就很粗 会很粗壮 画歪了 我以前就觉得老师放画的时候 都 都口不择言的 然后都觉得 说的话都可奇怪 现在是有体会 就是你画画的时候 你脑子根本就不在这儿 没关系 现在看起来 摔一点都没有关系 不要太清楚 已经舔天出了 其实有一个物理上的错误 就是下这么大大雨 旗子应该垂下来的 可是卡片上是飞起来的 所以这个 大家注意一点 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 稍微交代一下 进竹物的这个结构就可以 多余的白呢 就可以盖一下 不要画太清楚 我很怕 自己现在会画也清楚 依然用比较模糊的这个颜色 交代一下建筑其他的建筑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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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不要画太清楚 不要画太清楚 该加水加水 不需要的留白就去掉 然后你刚才就是用留白液流传的 也没有关系 该去的去掉 加上深的明暗 留白稍微更一些 太多了 按部加一点 不要太清楚 太清楚了 不要的留白 盖一盖 留白太多 太挑 有一点意思就可以了 盖一盖 盖一盖 太强了 太强了 太强了就盖一盖 让它推到后面去 然后让它 若有肉 有 还不能太跳 好了 不能再画了 不能再画了 山 可以稍微再 清楚一点点 好了好了 不能再画了 我是希望它能 还能保持这个城堡的比例 你知道是 然后还能够 让它在 谚语里面 退回去 我不想 把建筑 主题单独拿出来 画 然后我觉得 有点 有点傻 然后 这里面的东西 看一看 有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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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顶 看下 看下 太亮了 太亮了 好 换大别 整体一点 把这个 雨伞 再换换 雨伞 看清楚 线的走向也不太好 盖一下 盖一下 这白流的 爱试吗 不好不好 把伞的形状 改过来了 要提亮一点 给它块颜色吧 这块颜色 OK 开水没有 把稿子切好 以后就会出这种问题 看哪儿 画哪儿哪儿 都不顺眼 虚一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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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散的坏太糟糕 感谢观看 香香不足啊 这伞画的太差了 本来这想画一把透明的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这样的 香味没什么可加的了 这个衣服画画在三把伞上 然后画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郁闷 然后我现在依然在讲不求方法 把散的颜色 融到画面中去吧 不会坏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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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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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看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看看 感谢观看看看 感谢观看看看看 感谢观看看看看看